歡迎收看好奇還是嗎?我是M16 首先Grey你好 你好 Grey看到了大家在YouTube上不斷的留言說 聲音太小 其實應該是麥克風的收音問題 跟我們錄製的時候 你那邊直接從Zoom錄下來的嗎? 所以音質比較差 應該是網路傳輸造成的音質 被亞說過 對啊 那其實你之前已經換了兩次麥克風了嘛 對不對 對 那你這次又換了一個嗎? 沒有 我這次用兩組麥克風 但是改變我們的錄製方式 就我從本地錄製 對對對 所以這次這集出來 你們聽著吧 應該是會改善吧 好 如果還是有問題 你就donate我一支更好的麥克風 對啊 Mia有人donate Mia是別人donate給她的 對對對 女生真好 對啊 就是當女生就是有這種福利嘛 好 那接下來上個禮拜呢 我問了你兩個問題 一個是耶穌的身份 另一個是聖經嘛 因為關於基督教這兩個肯定是最先要去了解的 那對 耶穌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談過了嘛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來談談聖經 那聖經呢 像我這種基督白 也就是對基督教一知半解的人啊 基督白痴啊 一知半解 但是其實一知半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不懂嘛 那像我們知道 知道聖經的話 都是從一些 比如說電影啊 卡通啊 或者是甚至遊戲 改編的故事什麼 但是你要說聖經是什麼的話 那知道什麼 舊約新約 什麼 Kings James版本 什麼版本 什麼版本 像我們這些人呢 一聽到聖經 如果說我們要逃避問題的話 以前譬如說 就想打發掉一些基督徒啊 我們就會說 首先 你們這麼多版本 我們怎麼知道該讀哪一版 對不對 或是哪一版才是真的嗎 蠻奇怪的齁 那個 如果有伊斯蘭教徒跟你傳這個可蘭經 你會有這個問題嗎 可是我沒有 說真的 沒怎麼遇到 伊斯蘭教徒傳耶 傳教耶 沒有 你就想想 你就想想一下 如果伊斯蘭教徒跟你傳 可蘭經 你會有這個疑問嗎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就是很特別 一般人 對於基督教會有一種很奇怪的 排斥 就是會想盡辦法 找一些理由去 去挑戰他 或去想辦法打發他 但是對佛教徒 佛教 跟伊斯蘭教 其他他們 似乎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這的確是 的確是 對啊 你像我有沒有接觸過可蘭經 其實我也曾經為著了解 然後去試著讀可蘭經 但是說真的 因為我不是這個伊斯蘭信仰的人 你真的要我去研究可蘭經 我會覺得很痛苦 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沒有一個動力想要去了解他 對對對 我只是為了學術 必須要做一些的論證 然後做一些的比對 我才會想要試著去看他 但是我不是真心的想要去了解他 對 然後就像我們這種基督白的話 就算你真的要了解 你不知道從何下手 其實講真的 如果沒有接受基督信仰 大部分人是不會有興趣想要去了解聖經的 而且就算他去了解聖經的那個動機 他也不會支撐他 不一樣 沒有辦法支撐他持續的去了解 所以他只要讀到一些東西 跟他的認知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說這東西有問題 這個不值得讀 不是那樣子而已 算算 還會非常非常的排斥 對 因為我像比如說我了解了一些 我只是敘述而已 哇那個對方好排斥 我說我只是問來的 我不是 你懂嗎 我就講個例子 因為是剛好有一個人群友問到 他說到在舊約的裡面 神要亞伯拉罕 將他好不容易 這個一百歲才生出來的兒子以撒 帶到這個山上去獻祭 以他的兒子活人獻祭 當然有人就說 你看這個神也是很殘忍的 這個神有問題 既然要人用孩子 就用這個活人獻祭 他說這跟邪教的神有什麼兩樣 沒有一樣嘛 沒有區別 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試驗 亞伯拉罕的信心 這種方式是不對的 好 所以他們就會以這個例子 他就會去攻擊 去攻擊這個信仰 但是實際上 你要了解這一段記載 他的用意 他是需要花很多時間 你需要了解亞伯拉罕 跟神之間的關係 他所得到的承諾跟應許 就是關於他的後代 跟他的繼承的土地 然後你要從這個歷程去看亞伯拉罕 他經過了13年之久 才好不容易得到這個兒子 那他為什麼願意把兒子獻上 是基於他對神有一種的信心 然後你還要看到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 活人獻祭 把自己的孩子獻祭 殺嬰孩獻祭 在當時的文化當中 風俗文化當中 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事情 大家都這麼做 所有人都這麼做 所以亞伯拉罕接受到這樣的指示的時候 他並不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都這樣子 所有的人都有這種 活人獻祭的習慣 所以你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亞伯拉罕為什麼不會覺得 這個神是很殘忍的 因為對他來說 他所信仰的這個神 跟別人所信仰的神 擁有的行為都是一樣的 但是後來 後來他才發現說 但是這一位不一樣 因為至終他並沒有把他的孩子 真的殺掉先進 神就另外預備了一個羊 一頭三羊 代替了他的兒子 所以其實就是說 很多人讀聖經 讀到一點點 覺得跟認知有衝突的時候 他就會反彈 他就不會想要試著去了解 為什麼 相關的例子很多啊 比如說 很多人說什麼 聖經裡面有那種 男尊女卑的思想 什麼太太 懷疑太太這個 有外遇不爭結 就要怎樣去審判她 去試驗她 男人就沒有關係 男人就不所謂 可是 你要看 神在那裡試驗的方式 是很神奇的 意思就是說 神願意對於那些被誤會的 被誤陷的女性 神願意用神奇的 神奇的事情來親自為她證明 你想嘛 有什麼一杯水喝下去 然後如果她說謊 她真的犯了淫亂 然後她就會肚子痛 肚子就會大起來 沒有這種事情 對 沒有這種事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但神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說 我 我耶和法神可以親自為這些無辜的女性 我親自替他們聲援 我親自顯現神蹟 那 我們人 常常會說 人的法律不公平啊 人的 人的這個 這個很多的 你用賄賂的啦 或者這種 依靠你的全世界 欺壓弱小的啦 但是在神的這個律法裡面 神全部親自為這些老弱 負儒 貧窮的 困苦的 親自為他們聲援 那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這個神是非常 有憐憫的 非常有慈愛的 但你怎麼會 但你另外一方面解讀說 這個神很霸道 這個神 這個 重男輕女 男尊女輩 所以說每一樣東西 就看這個人怎麼解讀 只是你自己 預設一個立場的時候 你對事情的解讀 就會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 你就變得非常的不客觀 是 我說真的 以前我也是排斥的 可是現在我沒有那些心情 所以我就直接先聽 我先什麼 什麼我就先聽了以後 然後再去process它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比較 我覺得這樣比較公平一點 因為之前是為什麼 是因為 遇到的傳教的人傳太兇了 主要是這一點 基督教的確傳的叫比較兇一點 對 對 所以遇到這些人 所以才會反感 主要是這樣 那能不能在講這些之前呢 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也提到過 就是新約跟舊約的差別 因為在像我們這種基督白的眼裡 舊約就是原本的 新約是後來代替的 你去代替他的話 你是不是有什麼目的什麼的 這個基本上 新約跟舊約 它只是一個 對象上的差異 舊約 叫舊的約 它是 神跟以色列人所定的約 嗯 那它的根據主要是 摩西所頒布的那個十戒 但十戒也是神親自向摩西 嗯 启示 由摩西寫下 然後再頒布以色列人 嗯 然後從十戒再延伸了很多 這個其他的典章啊 好 還有律法 還有規條 誡命 那 整個舊約 它其實不是指的律法而已 我們後來的舊約是指的 從 摩西開始 應該說從更早的亞當開始啦 但是 畢竟寫作的人是摩西 摩西從亞當 就是人被創造開始 然後一路寫下來 那整個舊約 它其實 有四十幾個作者 四十幾種 這個作者的職業 身份 然後他的支派 他的總家族都不一樣 嗯 那他們共同寫成的舊約 包含了歷史 包含了文學作品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詩篇啊 雅歌啊 到後來還有很重要的叫做 預言書 嗯 講預言的 那這些這些內容 在猶太人當中 在以色列當中 它是 它的量是很多的 嗯 所以有一些 它可能只是生活常規的教導 或者是一些片段歷史的記載 這些在後來 基督教 並沒有把它列入真正的 所謂的舊約的正式的經典 嗯 它有一些是只是作為 作為一般的書信 收藏 或者是作為所謂的次要經典 這個是有點差別的 所以 啊 猶太人講的舊約 其實猶太人沒有舊約 猶太人就是這一卷書 這個 這一部 因為他們沒有新約的東西 所以猶太人所讀的 就是討拉 巴爾塔穆德 這些東西 跟 所以到新約時代的基督教 天主教 它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內容 就是編排上的差別 但是所講到的內容 它是一樣的 一樣 講到的是一樣的 那 舊約是針對神與以色列 這個定的約 但是呢 新約呢 是 上集我們講的嘛 耶穌來到地上 他完成了神全民的恢復 還有完成了對人的救恩 然後 這個完成救恩這件事情 耶穌就說 這是我與你們所立的新約 那這個新約是指著 對 在信心裡 接受救恩的人 所以他的對象不再局限於是 以色列人 那我們知道 這個耶穌他所帶進的門徒 基本上第一批門徒 都是以色列人 但是後來呢 他又傳到外邦人當中 對 就所謂的非以色列的 非以色列 非有太教系 這個體系的 所以 他這個新約是指著 凡願意在信心裡面 接受救恩的 這些人 就 就是所謂在新約時代的信徒 OK 所以這次新舊約 他主要差別是 對象上的不同 還有一個就是 他所 他約的內容其實是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在舊約時候 他們所看中的是一個 比較物質的東西 但在新約的時候 信徒所領會的 是比較屬於靈性的東西 所以他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祝福的源頭同一位 而且祝福 這個祝福呢 都有一個共同的條件 就是 都是給願意相信而接受的人 願意相信接受的人 都能得到這個祝福 這就是新約跟舊約大體上 大體上的一個差別 對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代替品 他只是一個 不是代替品 應該說他是一個衍生 對 對象的衍生 對 對象的衍生 從以色列的 肉身上以色列人 到後來的在信心裡面 這個接受的人 為什麼要釐清這一點 就是說 因為常常有人就說 舊約才是真的 你有新約代替了舊約這樣 所以有些人以為 新約的信徒不讀舊約 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真正一個對神的話 這個有追求的人 他新約、舊約都是要讀的 因為 新約有很多是解釋了舊約的內容 那舊約有很多的內容 特別是預言 他是在新約裡面得到解釋 所以 只讀新約的人 他有很多會讀不懂 他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他有舊約的 預言的 種子是在舊約時代 他就給了一個預言 那 只讀舊約不讀新約的人 他會活得比較 就比較沒有滋味 因為他所看中的祝福 都是在物質方面比較多 但是你要知道 新約的信徒 你不可能接受 舊約裡面的祝福 那個物質的祝福 都是給肉身的以色列人 I see 但是我們是在那個祝福的原則之下 在新約時代接受的屬民的祝福 所以這一點是差別很大 但你不可能說 用舊約新約來區分 所謂的以色列人 猶太教跟新約信徒 他不是這樣區分的 那接下來就是要問了 這麼多版本 翻譯的問題嗎? 對對對 這麼多翻譯本 比如說那個川普是那個 King James是不是 對 他讀的好像King James版本 那他有這麼多翻譯本 你剛才是讀哪一本 還是說他只是翻譯本的不同嗎? 還是說他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聖經 多了去 聖經的翻譯本 這個四五四種以上都有 但是基本上他是可以還是可以歸類 我們先從舊約來說 就是說 舊約主體是以希伯來語寫的 希伯來文 但是他當時的年代 他會包含一些亞蘭文 古敘利亞文 那這些寫完之後 其實到了大概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那時候以色列已經亡國了 那當時埃及他們在蓋一個很大的圖書館 所以他們就希望可以 將這個希伯來語的聖經 能夠用當時流行的語言 就是希臘文 把它翻譯出來 所以當時以色列人他們受了這個委託 他們就開始做這個翻譯的工作 所以他們有七十二位的 以色列的文士 就是文學家 律法家 經學家這些人 十二個支派各出六個 就七十二個人 然後他們開始翻譯 可是這個翻譯的過程 不是來在一起翻譯 然後分配段落 而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全篇翻譯 全本翻譯 然後全本翻譯完之後 大家再把各自的翻譯本拿來比對 看看有沒有什麼出入 因為他們本來都用希伯來語 讀這個舊約的聖經 那大家把它翻譯成希臘文的時候 可能在翻譯的過程中 每個人的見解 畢竟是不同的語言 他在翻譯的時候可能語法文法 一定會差 對 或者是意思會有點誤差 所以他們就需要用這種方式來做比對 來確保說這個翻譯的準確度能夠達成共識 所以光這一件事情 就不是我一般人所領會 一般人照正常來講 翻譯要求效率也要求準確沒有錯 但是一定是用分配的 會用分配 這個六個人這個組負責哪個段落 這個小組負責哪個段落 對 一般我們正常做事會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 但是舊約聖經在翻譯成希臘文的時候 他不是用這樣的想法 他是很嚴謹的 所以這些人他們翻譯的時間 不是幾個月 也不是一兩年的時間 他翻譯了幾十年才完成 是非常好大的工程 所以這一個版本就稱為叫七十四一本 七十四一位文士 但其實是七十二位 叫七十四一本 他是西伯來語直翻成希臘語的聖經 那1946年47年那時候找到所謂的死海古捲 那死海古捲他就是保留了西伯來語的聖經 他一樣用西伯來語 因為死海古捲是由以色列人去手抄的 他們是寫在羊皮券上手抄 而且我去看過那個昆蘭洞穴 他們那個手抄的工作是很複雜的 要很嚴謹 然後我聽他們講說那個羊皮 只要上面一個字寫錯 這整卷都重新重寫 那個羊就倒霉了 那沒有辦法塗改的 所以他在寫的是非常謹慎非常嚴謹 要進到那個洞穴裡面非常安靜 所以不受打擾去抄寫 那部分呢就會有拉丁文跟希臘文 在那個死海古捲裡面 那為什麼會有希臘文 就是因為在希臘帝國的時候是使用希臘語 所以以色列人從這個亡國之後 他們慢慢的就開始有所謂的希臘化 所以希臘文化是很強盛的 那羅馬帝國它使用的是拉丁語 所以這個死海古捲它寫作的時間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差不多是 這個羅馬帝國統治時期 所以它也會有一些是用拉丁語寫作 所以死海古捲裡面 就是用希伯來語 希臘語跟拉丁語來寫作的內容 那這些內容後來發現之後 就是被拿出來做比對 比對後來現在所擁有的聖經版本 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都是吻合 但是它裡面也有很多就是一般的書信 一般的民間著作 但那些就不算聖經 它只是一般的作品 所以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只是有多跟少的內容 對它有些東西沒有 那有些東西多出來 那多出來的東西它其實 這些東西在當時都不叫聖經 它只是一些所謂的文章書籍的超讀 因為真正的聖經被確認這件事情 它是在公元397年的時候才被確定的 OK 所以在當時超讀的人 他們心裡知道說有些東西是猶太人的妥拉 這個是屬於他們的經典 但有些只是當時的一些文化規條這些 這個就只是一般性的著作 它本來就不叫做聖經 但如果說現代人 你硬要說那個也是聖經 然後你們把它隱藏起來了 你們把它剔除了 所以這個說法是很不準確的 因為這些著作這麼多 怎麼被確定哪些是真正出於神話語的聖經 它這都是經過一些考驗的 都是經過一些試驗才能夠確定的 所以這是舊約聖經的部分 那新約聖經它主要就是以希臘語寫的 雖然在當時是羅馬帝國統治 但是官方語言雖然說拉丁文 但是民間主要還是使用希臘語 是使用希臘語的 新約用希臘語寫 那它寫的內容 基本上都是書信跟傳記 就是有些人就描繪寫 耶穌在地上發生什麼事情 有些人就寫門徒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有一些是使徒 他寫信給哪裏的聖徒 說你們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那他有時候會有一些關於真理的教導 這些書信在當時就是流傳來流傳去 很多 誰都可以寫 任何人你都可以寫 但是你寫出來的東西能不能被人家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說 為什麼聖經就是這27卷書 難道沒有別的書可以用嗎 難道有些就不是嗎 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就是經過了時間的考驗 OK 比如說如果今天 M16來講基督教 講這個 這個 這個新約的歷史 你覺得你講完有人會信嗎 當然沒有人信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你也可以講 你也可以講 但是你講完之後 有一點基礎的人 一聽就知道 那些都講錯了 那些都講的怪怪的 對 他就是會讓人覺得 對 當時的信徒 就知道這個東西聽起來怪怪的 這個東西好像有點矛盾 那這種東西他自然就會被淘汰 所以 聖經他當時也是很多人都在書寫 這些書寫內容 傳記 然後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差不多四百年的時間 嗯 他才被確定 哪些是符合真理的 符合信仰的 那有一些呢 他是 譬如說 基督徒不是有受洗嗎 對不對 受禁嗎 那有的人就說 要在約代河裡 一定要在約代河裡 為什麼 因為 門徒們 然後耶穌 都是在約代河裡面 嗯 那有的人就說 欸 在那個 水溝裡面不行嗎 對啊 那 有人說不行 嗯 可是 有一個門徒叫做菲利 嗯 菲利他 在聖靈的帶領之下 他為了 為一個 一索皮亞的太監 嗯 在路邊的小池塘裡面 就 就吃禁了 嗯 所以他 有的人就說 也可以啊 但是 這件事情 對信仰來說 很重要嗎 差別很大嗎 對啊 對啊 我就是這樣想的 嗯 對 那後來 後來還有些地方 就用什麼 叫做點水裡 那有的人就說 欸這個 進到水裡面的時候 是全身下去 還是 半身下去 還是 頭下去 是往往後倒下去 還是往前蹲下去 這些事情在當時 一定都有爭執的 嗯 一定會有爭執 是 但是這些 經過了 兩三百年的時間 大家就說 這個東西 一點都不重要 不可能重要啊 對 完全不重要 所以這些書 這些書信 這些教導 根本就不需要放在聖經裡面 做為所謂的標準 因為這些東西可有可無 對 合理 對 到了公元397年 嗯 將近400年的時間 他們去篩選 他們去驗證 嗯 然後才把它確定下來 是 所以這個就是 新約跟舊約 他最後被定下來的 這個過程 嗯 他不是隨隨便便的 他是 你看那個 當時的整個歐洲各地的 長老啊 主教啊 他們來在一起 來到嘉太基 然後開會 然後討論 然後最後把這個東西確定 那 有些東西不是不好 但他只是不合時宜 所以 可能 現在用適合 50年後不適合 嗯 那這東西他們就 就覺得說這個東西不重要 對 所以慢慢就把它把它剔除了 嗯 那有些地方 把這些內容剔除之後 他會保留下來 做為所謂的刺經 嗯 就天主教有這種做法 就是刺經 東正教他們有刺經 就是說 他不算是聖經的 真正的正點 外傳這樣 嗯 也不叫外傳 他叫輔助 外傳會讓人家有一種感覺是 可能是道聽徒說的 嗯 可能是敗觀也是 他們不叫外傳 他們算是刺經 哦 他們承認這個東西是 有神聖的地位 只是它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 這是 聖經它被確定的一個歷程 OK 但是問題就在於 西伯來語 跟希臘語 後來為什麼變成這麼多 不同語言的版本 對啊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可是 就說這樣子好了 我現在的理解 是因為 不是說我 應該說 因為我才看到有人節目在辯論這個東西 那一邊是很懂聖經的 一邊就是 就是基督白 因為我不覺得我現在是基督白了 但是 因為我現在 至少懂一些嘛 那這些人他們就會說 就是說版本的問題 除了版本問題就是說 他們的理解就是 不是翻譯本而已 它的內容都不一樣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聖經跟那個聖經的版本 它裡面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是這樣嗎 對 就比如說福音書嘛 福音書 正典的福音書有四卷 馬太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那這些人裡面 子爾馬太跟約翰 是親自跟隨過耶穌的門徒 那第二位叫馬可 馬可其實他年紀很小 年紀很輕 他根本沒有親眼跟過耶穌 可是他的福音說是根據 使徒彼得告訴他的 所以馬可福音的內容 是根據彼得的親身經歷 那彼得是跟過耶穌的 他是他的 他最早的一批門徒之一 那子爾第三個叫做路加 路加他完全是一個 他是非以色列裔的 他就是真正所謂的標準的 新約的外邦信徒 那他的福音書是怎麼寫的 他是個醫生 然後他在開頭的時候 就講白了 他寫這本 路加福音這本傳記 他是經過多方的查證 考察過 然後他才把它寫下來 而且寫下來的對象呢 他是寫給一個做官的官員 所以他的寫作方式 他是很嚴謹的 反而是比 反而是比馬太馬可跟約翰 他們只是一般書信的傳記寫的還要嚴謹 因為他自己講他經過查證 那路加主要是跟著使徒保羅 是跟著使徒保羅一起活動的 所以這是四卷福音書 那很多人就講 可是還有很多福音書 什麼猶大福音書 還有什麼馬利亞福音書 我就是要問 我還沒有要問這個人 猶大福音書 這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人人都可以寫 人人都能寫 但人家能不能接受 還有一個就是 別人都說一加一等於二 為什麼你寫的是一加一等於三 那你跟別人都矛盾 那請問 你都跟別人矛盾 跟別人不一致的時候 那我們會相信誰 就是說我們看到一場車禍 我們在現場找到的目擊證人 那目擊證人十個裡面 有八個人都說一樣的話 那有兩個人呢 他們說的跟這十個人 另外八個人不一樣 可是這兩個人彼此的不一樣 也不一樣 那你會才信誰的 通常會 你是才信那八個人 一致的說法 對嘛 對 所以他這個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 其他的福音書 要嘛內容跟別人不一樣 或者說完全是矛盾的 對 那另外一種就是 他寫的人 可能根本就不是當時的人 嗯 他有可能根本就是 一千年之後的人 然後隨便寫一個人 然後就說 這是猶大福音書 這個是什麼 什麼 你能確定那個作者是誰嗎 嗯 嗯 況且猶大福音書好像 猶大就是那個背叛耶穌的猶大 對對對 對 那其他的福音書都說 猶大背叛耶穌 嗯 那猶大書說他沒有背叛耶穌 猶大那個福音書說是 他是唯一真正的門徒 他是懂所有東西的 所以當時耶穌是記得是這樣 讓他去背叛 然後 呃 就是整個過程是需要他的 然後他會被 帶上罵名什麼什麼的 我記得內容是這樣 基本上 嗯 的確是需要有一個猶大這樣的人 來背叛耶穌 來完成那個預言 嗯 但是說真的 耶穌 他們說猶大出賣了耶穌 去告 告訴這個祭司 告訴法利賽人 然後來抓耶穌 可是你要知道 耶穌在耶路撒冷城裡活動 嗯 白天在耶路撒冷城裡活動 嗯 要抓他 根本不需要你猶大背叛啊 嗯 真要抓他 早就抓他了 OK 所以 所以猶大背叛耶穌這件事情 他只是為了應驗在 舊約裡面的那個預言 在實質上背叛耶穌 根本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OK 他們要抓耶穌 根本不需要猶大做內應 嗯 根本不需要猶大做出賣他的這種事情 就是他多此一舉 你這個就是背叛的意思 因為你在明明就多此一舉 不需要你 這些書也會上十字架 嗯 但是這個意思 沒錯沒錯 所以猶大的出現 完全只是為了符合預言 也就是邏輯上就可以把它排除 嗯 懂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舊約的講的以諾書嘛 嗯 以諾書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 以諾書說 他們說是以諾寫的 可是 以諾書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嗯 是在以諾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等於說 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說 我寫了一本傳記 嗯 好 但是我想年50歲 嗯 我50歲就死掉 那我的傳記會有55歲以後的事情 50歲以後的事情嗎 不可能 除非說什麼預言 可是就算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講好了 其他的人有沒有這樣的 沒有啊 那就不可能啊 就是以諾系判斷就行了 這邏輯就有問題嘛 嗯 以諾書裡面所描述的很多的內容 嗯 它都是在以諾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寫作 如果說你是寫預言的方式 那沒有話講 嗯 因為你表明寫了 說我講的是預言 可是你的寫作的方式 你的文體是屬於傳記 嗯 屬於歷史的記載 那這就是顯然不合邏輯 那你說它裡面的內容 都是假的嗎 嗯 不完全 它有部分是真的 嗯 但是有很多內容是假的 這樣才能騙到人啊 對 那問題就是那個假的部分 它跟其他的內容相互矛盾 嗯 所以我說剛剛聖經 你說舊約 四十幾個作者 新約 新約大概也有 我沒有仔細算過 他27卷書 嗯 少說八九位作者是有的 等於說 這麼多人 他去寫出來的東西 嗯 最後他被收集 被 被 定為正點 嗯 那這些人彼此的內容 就不可以產生矛盾 他可以互補 比如說 我有些東西沒有寫到 我沒有說到 你可以作為補充 你那邊可以彌補這個缺陷 嗯 但是我們所寫出來的東西 本身不可能產生矛盾 嗯 這是基本的邏輯嘛 是 所以 它這個被 被確定為正點 它都是經過很 很嚴謹的查證 嗯 如果發生矛盾的時候 他們就要判斷 這個矛盾發生 那哪一個才是真的 哪一個才是準確的 是 所以很多人一直批評說 啊聖經是怎樣被篡改 什麼的 嗯 我都覺得說這個篡改這件事情 不是不可能 對啊 這也是我要接下來問的 就是說 如果我是撒旦教的人的話 我要去滲透的話 我就一定是改你的聖經 然後或者是 安插一些東西 哎呀我猶大 猶大服役 就安插一些東西 讓你混亂 對 一定會 這是一定會有的 卑鄙的手段嘛 對一定的 那 回到信仰的 根本就是 我們所信仰的神 嗯 他願意把他自己的心意 他的計畫 他的旨意 嗯 透過聖經 傳達給人 嗯 難道他不知道 魔鬼也會想要 篡改他的話嗎 一定會 一定知道 那他做一個有能力的 創造宇宙的 嗯 難道他不能夠阻止嗎 那就是一定是 某個人的什麼方法去阻止 對 也就是說 基本上 你說 神他可以讓魔鬼做很多事情 嗯 但是他很多事情 他會 他會有底線 對 他要有一個底線 一旦那個底線失守的時候 神他會受到 這個比較致命性的 致命性的影響 嗯 但神是不能容許這種事情發生的 所以你要知道 在聖經裡面有一個約伯記 他就講得很好玩 約伯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嗯 但是呢 撒旦就想要試圖挑釁攻擊他 嗯 但神說 我允許你 我允許你攻擊他 去試驗他 對我的信心 嗯 可是 你有一個底線 嗯 你不能殺他 你不可以殺他 嗯 你可以用各樣的方法 去試探他 嗯 但是你不可以傷害他的生命安全 嗯 就是說神 用這個方式 讓撒旦去挑戰約伯 嗯 而約伯 他幾乎要失敗了 嗯 可是最後 他勝過撒旦的試探 OK 然後他在神面前 他重新認識神自己 就是說他以前對神的認識很膚淺 嗯 可是他經過撒旦對他的這種攻擊之後 他再一次認識神的時候 嗯 他的認知就提高了 嗯 所以神他其實是利用了撒旦的 消極的這些攻擊的作為 嗯 來成全了約伯這個人 對神積極的 積極的益處 是 所以這是神做事的法則 神容許 消極負面的事情發生 嗯 來成就他積極的目的 嗯 但是神會設定一個底線 嗯 他是有底線的 所以你說聖經有沒有被篡改 一定有 一定發生過 但是篡改 有沒有用 會不會成功 嗯 或者說一定會被人家辯論辯證出來 然後被人家否定掉 所以這就是基督教歷史 這個一直有的叫做真理辯證 嗯 所謂的異端嘛 異端 然後 這個古代的教父們 特別是在公元一百年到三百年 就是聖經的正典被確定之前 他們要駁斥很多的異端 就是 我剛剛講嘛 每個人都可以寫啊 每個人都可以教啊 但是 你教出來的東西可能是錯的 或者說你是故意的 故意要去混亂的 那這些教父們 他們就需要去 去改正這些東西 他們要去寫 寫辯論文 來駁斥這些異端的學說 齁 所以他們不是整天吃飽 沒事做 就都在家裡面 然後就是 只是禱告啊 唱詩歌啊 不是這樣子的 很累的 那個要寫那些文章 嗯 對那是很累 他就像我們 我們在傳播真相是一樣的 他會有很多的攻擊 對啊 很多的謊言 是需要他們去拆穿的 去揭露的 是 所以每次我聽到人家講說 聖經被篡改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是最直接的 最多的一個說法 對 真的很好笑 因為你如果真的把聖經熟讀 你可以找到聖經裡面 前後任何矛盾的地方 你就可以說這個聖經被趕過 因為當你說一個謊的時候 你要說更多的謊 對啊 去掩飾你所說的話 沒錯 而最終你的謊言 一定會產生前後矛盾 對而且會越來越矛盾 然後越來越難去掩蓋 對 你看蔡英文嘛 所以你知道在法庭上很高明的檢察官 他為什麼會盤問這麼多話 他問很多話 你會覺得好像 問這個很重要嗎 可是他就在設計一個邏輯陷阱給你 如果你講的是正確的 你沒有說謊 你絕對不會被他暴露出來 記錯了什麼 但是 對 但是你只要有 只要有一點點說謊的地方 你經過他的這個邏輯盤問之後 一定會產生前後矛盾 是 所以他要證明就是你說謊 那聖經也一樣 你要知道聖經有沒有被篡改 你就把聖經全部讀過 而且不是讀一遍 你好好地研讀 你找出任何前後矛盾不一致的地方 你才有資格說聖經是被 而且不是你不同意的地方 是他矛盾的地方 他本身自相矛盾的地方 對 OK 這樣就 好 然後再來就是你剛剛講到的 這個版本問題 對 就聖經被確定 他的正點被確定之後 那因為當時是羅馬帝國 所以他們就希望把這個 羅馬帝國剛才是逼迫基督徒 後來他把他立為國教 就是發現用宗教控制人民很方便 所以他就把他立為國教 那立為國教之後 他要把這個聖經 從原本的西伯來語跟希臘文 他要翻譯成官方的語言 就是當時真正後來流通的拉丁文 所以就是在聖經被確定正點之後 405年他們就進行了這個 這個拉丁文的翻譯 然後拉丁文的翻譯呢 其實經過了很多版本 400年一次 然後到了這個宗教改革 即將宗教改革開始 他就有一連串的改版 每一次改版 每一次的改變他的這個 都帶著一些特殊的目的 像這個為了改教運動 要批評天主教 所以他翻譯這個聖經的時候 他就加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跟註解 他不是直接改聖經的本文 他是在聖經的本文之外 他有一個所謂的附錄 或者說他的旁邊的註解 他怎麼解讀 解釋這段聖經所要傳達的意思 就有很多這種註解版的 對 那有的是為了攻擊天主教 有些人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利 所以這個剛剛講的King James版本 他也是這種目的而產生的 就是說當時拉丁文翻譯出來叫做五加大版本 那五加大的意思就是通俗版本 通俗就是一般人可以用 可是實際上這個天主教翻譯的聖經 平民是不可以讀的 平民是不能讀聖經的 只有神職人也 天主教的神職人也才能讀聖經 所以他們在教導聖經證理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些的選擇性 對他有利的他會教 對他沒有利的他會不教 所以後來才產生所謂的宗教改革 那宗教改革之後 他們就開始把所謂的拉丁語聖經 就翻譯成真正人民可以讀得懂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英語 古英語或者是德語 因為到了西元一千三四百年的時候 這個基本上早就沒有人會讀拉丁文 除非你是神職人員 受過特殊的神職訓練 所以這個翻譯當時也是引起很多軒然大波 有些人為了翻譯聖經 就被這個天主教以這個異端 就綁起來燒死或者就是砍頭 所以很多人為了翻譯聖經而殉道 在當時宗教改革的時候 很多人為了這個翻譯 那其中最特別的就是King James版本 英國清定本 這英國清定本他在翻譯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國王 國王他其實在當時英國還是屬於天主教的控制範圍 但是呢又有宗教革命開始了 所以有一班所謂的清教徒 新教改革人 他們就兩股勢力搞得這個國王非常的痛苦 因為他需要羅馬天主教徒的支持 但是他又不想要得罪這些新教的清教徒 可以懂 你就想成是比如說是你的老婆跟你媽 對 就很內文 對 因為這個清教徒他們當時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說 要在他們的聚會當中 他們的教堂裡面 他們可以使用一個版本叫日內瓦聖經 日內瓦版本 他也是改教運動翻譯出來的 那天主教是不同意的 他絕對不同意 那天主教不同意無所謂 只要國王同意就可以 但是問題是國王不同意 因為日內瓦聖經這個版本裡面有很多反君主統治的思想 對於國王的政治權利是有很大的抵觸 所以英國國王很不想用日內瓦聖經 但是清教徒就說 如果你不給我日內瓦聖經 沒有問題 那你讓我們重新翻譯一本 我們要重新翻譯 那英王就想 這個好 因為日內瓦聖經我不喜歡 可是重新翻譯一本新的聖經 重新翻譯這件事情 因為翻譯聖經不是一連兩年的事情 他時間會很長 那至少在翻譯完成之前 這些清教徒不會搗蛋 因為我已經妥協了 在聖經翻譯完之前 你們不要再跟我鬧事 那天主教呢他的想法也很一樣 他就覺得說可以 我讓你翻譯聖經 可是這個政治跟宗教的影響力都在我的手上 所以我要透過我的政治力跟宗教影響力 我要介入這個翻譯聖經的工作 我就算讓你們翻譯 我要翻譯一本對我有利的 對我沒有抵觸的新版本聖經 所以這就是英王清定本的由來 所以英王KJV這個版本呢 King James這個版本 他其實是政治的出產 他是政治的出產 他非常符合英國國王 英國王室的需要 那其實也不只是滿足英國王室的需要 他是滿足了整個歐洲王室的需要 他就少掉一些對他不利的內容就是 對因為他不會有反君族統治的思想 所以他只會少內容 他不會多 沒有他沒有少 他內容沒有少 他只是在從拉丁語翻譯成英文的時候 那個翻譯的方式有一點點的 稍微改掉意思 也不能說改 就是把它修得比較緩和 比如說有一句話我們都很熟悉的 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 打你的臉 你另外一邊也要 你不要抵抗他 有人問我說這句話是真的假的 真的 你不要反抗他 然後你把另外一邊的臉也讓給他 但他不是說叫你給他打 他是說你就轉給他 比如說我打你的右臉 打了右臉之後我左臉我會轉過去給你 你要打你就打 他的重點叫做不要抵抗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不要抵抗 就是英王版本翻出來的 他的意思是說 當有權威壓制你的時候 逼迫你的時候 你不要抵抗 他應該是跟君主說的吧 他是跟韭菜說的 韭菜我打你的時候你不要抵抗 他的意思是這樣 太壞了 但其實這個字在原文他叫做做對 他說不要跟二人做對 如果二人打你的時候 你不要跟他做對 他不是說不要抵抗 他說不要做對 OK 懂了 你如果以中文來講說 你不要跟他計較 你不要跟他計較 可是你要了解他整個 馬太福音第五章的整體的核心思想是說 信徒他會受到逼迫 會受到很多不合理的待遇 但是遇到這些逼迫待遇的時候 聖經是告訴你你要為這些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譬如說你是很謙誠的基督徒 然後我就看得不順眼 我就一直罵 然後一直講一些很糟糕的話 對你一直講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學習安靜 我就不要跟你反駁 我不要激怒你 他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叫你不要 他說不要抵抗也對 可是你翻成不要抵抗 就會讓人家有很多不必要的衍生 對 就說基督徒就是乖乖的待載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像這種 這個內容 在日內瓦聖經裡面 他的講法就是說 比如說 政府說 你不可以傳福音 你傳福音要抓去坐牢30天 那基督徒要不要傳福音 要啊 傳 那傳福音之後 政府就把你抓去坐牢30天 那他去抓你的那個時候 你不要反抗 你就乖乖的去坐牢30天 因為這30天是你為著 傳福音所受到的逼迫 OK 從外面看是一種懲罰 所以他就變成說 你是犯了國家的法律 但是你在神面前你沒有犯罪 你不傳 你基督徒不傳福音 你對不起神 但是你不傳福音 你符合國家法律 但這個時候 你要得罪神 還是要得罪國家 政府 他要求信徒要 對啊 一定是對著神啊 對著神 所以你去傳福音 你可以犯了國家的法律 可是犯了法律之後 國家來抓你 政府來抓你的時候 你不可以反抗 你要甘心的接受逼迫 所以這個解讀是這個意思 所以要改一下他的意思 這樣才對他統治有利 對 所以英王版本他其實是沒有註解的 他沒有註解 就是說這些對他有抵觸的東西他都拿掉 所以他就翻譯出 但是基本上他的翻譯是沒有問題的 他是他算是準確的 在基本重要的核心的思想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有一些的政治因素在裡面 但說真的他在整個英語的翻譯當中 他算是最好的版本 所以很多其他語言的聖經在翻譯的時候 都是參考英王的版本 去改翻成中文 改翻成各國語言 他都是有講究 所以他的每一個版本的聖經不同 大概就是這種意思 對 翻譯上的意思 對 沒錯 內容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只是在翻譯的時候 因為翻譯的不是很答義很準確 他會有衍生出來的不同的解讀 就比如說創世紀第一章 他一開始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個例子 就說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 那諸天與地 諸天他就告訴你天是有很多的很多層的 但地只有一個 然後下一句話標題符號完之後 而地變為淵面黑暗 他有一個而 他原文在希伯來語有一個連接詞 那這個連接詞 它是說明狀態有一種的變化 有一種的改變 所以神創造的天跟地 而地是淵面黑暗 這地是混亂的 亂七八糟的 是因為有一個事情發生 而他變成了亂七八糟 所以不是一開始創造就亂七八糟 但是有些翻譯 他就少了這個連接詞 他少了這個細節的翻譯 就變成一開始就是混亂 對 所以你在理會上 這就差很多了 對這就差很多了 所以很多人就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 因為他只是一句話 然後一個標題符號的分隔 可是他中間這個分隔 其實可能隔了不知道多少的時間 所以有些人就說 地球到底是幾百萬年還是幾億年 有可能 他真的可能很久以前就創造 但是人的歷史呢 可能就是真的 短短的五六千年而已 所以有沒有恐龍 我們不能說沒有 沒有 因為地球的確真的不是幾千年的歷史 地球可能真的是幾億年都有可能 對 因為我們不知道那個中間的兒 到底經過了多少時間 是 因為他聖經是對人的 他沒有必要給你交代全部的東西 他主要的目的不在這裡 對 你這個是講很重要 就是說 神對人在啟示的時候 他只是啟示對人重要的事情 這些龐之末節的事情 神不需要廢話 他覺得沒有必要 神不需要跟你解釋宇宙的由來 神不需要跟你解釋到底 撒旦是怎麼背叛的 他也不需要跟你解釋 這個 到底 宇宙的開始 這都沒有必要 神只需要啟示 人 人本身的意義是什麼 人的結局是什麼 人的起源是什麼 那宇宙萬物的起源 那宇宙萬物的起源 這等我們以後就知道了 我也是這麼想 就是說 你先給我大敗撒旦再說 沒錯沒錯沒錯 你想知道之後再說 以後我們有用不完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去理解 宇宙的一切奧秘 是是是 OK 這樣子其實 這樣就可以回答出 非常非常多人質疑聖經的疑問 基本上 對對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印刷術 那什麼問題 因為以前 就是宗教改革那個時候 剛剛好印刷術發明 剛好在那個年代印刷術發明 所以在之前 聖經它都是用人用手抄的 那人在抄寫的時候就會有 有比物的時候 那你知道希臘語它是用字母嗎 希伯拉語也是用字母 所以那個字母 有一個字母拼錯 有可能就是不同的意思 有的時候他們看到這個操作 那他就需要去拿其他卷 拿來比對 OK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修正的 但是有時候他們拿到一些書卷的時候 他只有拿到一卷 那這卷如果操作 他又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書卷可以比對的時候 這個錯就有可能會被流傳下去 所以這就是聖經在手抄版會有的問題 那印刷術發明之後 這個問題已經基本上沒有了 就是你不用擔心人抄錯的問題 那以目前來講 就是天主教他們就是以這個拉丁為 拉丁語聖經為他們的標準 那從他們的拉丁語 就五加大版本再去翻譯成各國的語言 那這種翻譯 就是說真的在對聖經有研究要查考的人 其實在都是需要好幾本聖經的 像我自己就有希伯來語 希臘語 然後74億本 還有這個KJB King James的版本 然後中文的版本 我都有 你不會都念過了吧 不會 我大概會用到的版本至少五六種 也過多了 但是就是我會習慣讀自己中文的版本 但是我在要解釋一些事情 解讀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把KJB跟希臘語 希伯來語拿出來比對 然後你才會知道說 現在有些地方是真的有出入的 會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有這麼多版本 反而是幫助你知道真相 當然當然 所以我才說 這些說聖經有什麼造假的 有篡改的 我都覺得 等你手上有十個版本的時候 你再說這個話 對 可能會比較刻薄 因為我聽說 因為我當然是 我不知道這個contact 但是我看到基督教的人 都是這麼回答的 所以現在聽完 所以從一開始聽到現在 應該現在就明白了吧 就是因為你有多版本 然後你讀完以後 你就會知道聖經 它並不是說 這麼好篡改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矛盾的 對 要篡改聖經沒有那麼容易 對 這樣聽下來的確 因為它要經過時間 跟很多人的考驗 不是說隨便一個阿媽阿狗的門考驗 對啊 你沒有辦法通過眾人的驗證 所以你基本上 你那些會相信尤大叔 相信以諾叔的人 基本上 他就不是信徒 不是真的信徒 呃 不少人信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沒有 他們不是基督 基督徒首先 因為就是他們聽到這個 他們本來就排斥 所以一聽就說 嗯這個很有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些相信這些東西 這個我們稱之為叫做偽經 偽造的 偽經 那你一定是不知道真的嗎 就是你這個人如果對 你在銀行工作 你每天摸鈔票的人 嗯 你在每天摸 那個鈔票 你都不需要防什麼 拿去驗 你一摸指的厚度 指的那個細緻度 你就知道是真槽還是假槽 就是觀光面前耍大刀 對對對 所以就說 對啊 你講的聲音是被篡改的 那你就是把這些 我們這些 搞聲音的人都當白痴了 因為 很多人是 聽到的一些東西 就挑戰嘛 因為就是 本來就反感 所以就挑戰 可是你一開始講多了 他們就趕快 丟個東西趕快跑 哈哈哈 但對 對我們來說 我們根本不想花時間去 去解釋他們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不是真心的 他們只是要 對 只是來導彈的 Either是導彈的 不然就是發洩的 所以 並不是很重要 除非他是真心的要問你 不然的話 對 沒有必要去回答 的確是這樣子 對 這就是我在群裡面 我就 哈哈 我 我也是這樣 雖然說不是聖經 但是 可以理解 最後呢 有一個群友的問題 就是 他說你們覺得猶太人在安息日 不用升降機是比較極端的 我先說一下 不是你們 是Grey講的 對 他說因為 其實不是猶太人在星期五下山 後就是為安息日的開始 因為安息日是要分別為 要在這日紀念神 所以他們不會工作 在以色列 他們在星期五晚上連巴士都停運 不開 那為何升降機也要停 因為以前的升降機是有人去操作的 是因為歷史問題 所以升降機塞在安息日停用 他的補充是這樣嗎 其實基本上 以前的電梯的確是要人去操作 古舟的電梯是 最早是需要人去操作 但是現在的電梯 它其實是自動化 它也不需要人操作 就是你放假 你下班 你的電梯還是可以 照著電腦程式自動運行嗎 但是 現在為什麼在飯店裡面 還是會保留這種 所以安息日電梯 它其實就是為了這些少數很極端的 宗教人士設計的 所以我們去飯店 我才不會管理安息日電梯 我絕對不會去坐那一台安息日電梯 因為比如說我住在十樓 那個電梯到一樓餐廳 它每一層樓都要停耶 你這個意思就說你去過了 然後你看見了那個 對 我做過 那我那一次做 我有去做 我做是為了我想去體會一下 安息日天的感覺 那個真的走進來的 走進來的 這個極端的猶太教徒 他真的就是戴著小帽 然後走進來 然後就連 他連話都不跟你講 然後他就是 安安靜地在那邊等電梯關門 然後每一層樓開門 每一層樓關門 對 那他這個你說 跟人上班有關嗎 沒有關係 他只是 就猶太教他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是他一直在增加的 OK 你想一天年前沒有電梯 他就不會有這種規條 但是後來有了電梯之後 就是電梯是人為操作的 那他就 就有了這個問題 那現在沒有人操作 那你自己按電梯不行嗎 他說不行 我連按電梯也不行 那這誰規定的 是聖經上 聖經上沒有這樣規定 他就是人的一些 自己加上去 所以還是有這種極端的 有還是有 你就基本上你就親自看過了嗎 我看過 那你是 你那個電梯最後幾個人 那個電梯 我忘記好像是 好像是我 我跟他而已吧 不是他 他們 他們是一家人 就你一個人跟那一家人 對 然後他們還覺得 我在想他們可能 當時心裡會覺得很喜歡 這個外國人為什麼要 對啊 一定的啊 怎麼會有外國人 是這種這麼 這麼極端的 不能不能 我在想他可能 他可能在想說 這個外國人是不是不知道 這個電梯的用途 不是狀況 他們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那個電梯喔 他那個安心電梯 是我要操作都不行 不是我不願意 是即使我要操作他 我也不能操作他 嗯 比如說我愛關門 他不關門 他時間到才關門 他時間到才關門 對 他完全就是自動化了 你想控制他也不能控制 OK 對 所以我是覺得很有趣 這是 這是太極端了 太極端了 就是還是有這種 非常極端的猶太人存在 為了還為他們去 對啊 他的數量是有一定的啦 等於是 他就是 呃 如果你是飯店的話 就至少要有一台 嗯 至少要有一台 但是除非說你這台 你這個飯店 或者說你這個 這個營業單位 你根本就不接受 以色列猶太人 猶太教 你不接受的 嗯 但基本 就是說猶太人 他們也會分 就是說有些地方 他是不去的 嗯 有些地方會去 你說我那時候去 我們在他們的 他們的假日是這樣 他們是休禮拜六的 他們的休假日 跟我們一般的是不一樣 嗯 所以 他們所謂的安息日的時候 你看我們的巴士的司機 他要不要 他要不要上班 要不要幫我開車 他也要開車 對啊 他也是猶太教徒啊 嗯 可是他 他禮拜五晚上 他也是回去跟家裡人 過這個安息日啊 嗯 可是安息日過完 他隔天早上 他還是來開車 還是來上班呢 要工作 所以他這個只是說 他沒有硬性規定 所有人都要這樣 但是 全國普遍就是安息日 他就是休假 他們的安息日 就像我們的禮拜天 禮拜日一樣 OK 但是你說我們禮拜日 百貨公司有沒有開 還是有開啊 嗯 可是大部分人是休假 嗯 他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嗯 只有對極端的宗教人士來說 他才會做的這麼的絕對啦 一般人還是正常的 反正就是還是有一小部分啦 嗯 對 對 那挺好的 我也為這小部分人 嗯 有這些 就是 嗯 讓他們可以繼續 讓他們虔誠的 做幾些極端的 嗯 猶太教徒 可是你要知道 猶太教對以色列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他就是 他是凝聚 嗯 凝聚他們的一個重要的力 這個心靈的力量 對 OK好那今天還是謝謝Grey喔 啊 來幫我們解釋了這個聖經 嗯 以及 為什麼他不可能啊 不可能是假的 不可能是 呃 就算他被篡改 也一定會被發現 好那節目在這裡就 再次謝謝你啦 啊 謝謝Grey 那謝謝 那節目到最後你都看到這邊了啊 就按讚訂閱啊 然後說錯了一樣 說錯不要找我 因為是Grey講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謝謝啦 掰掰 掰掰